买卖房屋契约多也就容易有消费争议 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 预售屋销售管理制度升级 三大攻略助保障消费者权益 我们就是希望以市民为核心 提供最好的服务 所以这一次我们刚刚看到简报 大概有三个方案 第一个预检制度 我们也是算创全国之先 有这样的预检制度 我们针对预售的契约 建案资讯等等 预售契约我们计则局 我们先做一个预检 能够在我们建造申请的阶段 就把它提醒 所以刚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 我们让整个备查的程序 从原本三十天缩短发填 我想加快整个速度跟效率 那同时我们也让很多相关的建造资讯的申报 从原本的手动改为自动 更有效率 那另外我们也让这个相关的资讯 包括建案资讯 其他内容还有红单的内容 都在网络上面完整公开 让大家可以清楚的了解 来解释 所以我们透过这三个方式 能够让整个销售的过程 更加的透明 更加的安全 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提出来的方案 最重要的地方 那其实在几周前我们也提出 不管是对于都市更新 公办都更 7599专案 或是都更五件 我们就是希望透过很多的方式 来落实我们对于 打造一个移居 友善的城市来前进 今天我们也正执行 在文山区木榨段的公办都更代筛 我们就是依法执行代筛 那当然我们要促进功力 还有确保权力 因为目前这个案子 其实绝大部分 我们要用来做社会住宅 同时也有节约的够够宅 它是极具公益性的 公办都更 同时我们对于不同一户 也在完整合法的程序 确保他的权力 同时对于绝大多数的同一户 他们都已经牵引 也希望尽早回到家里 所以透过这些方式 我们用实际的行动 展现我们要推动都市更新 能够营造一具友善城市的目标 来前进 展现这样的决心 所以我要再次的感谢我们市府 地震局的同仁 还有我们都法局的同仁 跨局处不断的沟通讨论 让今天我们能够推出这样的一个方案 也谢谢我们很多民间专家 给我们很多的建议 那我想希望能够真正落实 一具友善的台北省 为了提高业者申报 备查资讯正确性 地震局与建筑管理工程处 跨域合作 透过系统对接 将建造资料转会入 内政部预售屋资讯申报网 申报正确且快速 我们其实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我们其实针对契约的部分 都是实质做审查 那所以说契约一本可能一百多页 其实我们都是每一页做审查 看看帮消费者把关 有没有百分之百是符合相关的规定 然后让业者跟在销售的时候 跟消费者在签约的时候 都是用到最正确的契约跟相关的资讯 这样才可以保障他们的权益 原本其实契约在做备查的时候 要到建造的执照合发后 那才能来申请备查这件事情 那我们检查的时间 因为契约很厚 所以一般来说 大概全国各县市 我们最快都大概要30天 才可以完成审查的动作 那所以我们台北市为了进一步 提前整个审查的作业的时间 然后又要完整帮市民朋友 把关到契约的内容 所以我们提前到建造申请的时候 就同步来帮业者做契约的审查 这个动作 那在整个建造执照申请的时间 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帮大家审好 那我们连红单都一起帮大家审好 这样在后续建造合发的时候 那业者来做备查 那我们就可以快速变成八天内 就可以把资料备查给业者 那进而公开我们相关的资讯 加速资讯公开的时间 所以未来的话 我们的契约备查时间 就从30天可以缩短成八天 其实契约的规定非常的繁琐 那很多业者其实他的规定 大概都会有些小小小的 可能有些不利消费者的状况 比如说我停车位的高度 不小心就没有血 那或者是说像是 里面会注记一些 比较不利消费者的条款 像是说停车位 我可以因为什么设计变更啊等等 不经过消费者的同意 我就可以变更车位的位置 像这些小地方 我们都会帮消费者把关到 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减少消费增益 我想大部分的市民一个人 中期一辈子大概也只有一栋房屋 如果我们可以提供给市民更好的服务 我相信大家可以更心安 那所以首先我就要感谢 这个不动产业界的专业伙伴 台北市代销工会及开发工会 在整个政策过程中的一些协力 那另外市长刚刚有提到都更五届 我想这个在都更五届的政策里面 地震都更是联盟 那我也要跟市长报告 在这一次是督发局跟建管处的补位 让我们跟这个建造的这个系统 跟地震预售申报的系统能够对接更为精准 那让预售的资讯申报是更成正确 如果有预审的制度在整个资讯的揭露 能够达到百分之百 经由我们市政府这边的整个的预审检核 达到一个资讯的充分的揭露 所以这个是对整个消费者往后的交易 是有一个非常安心跟放心的一个效应 那么特别是在景气不是那么好的情况 总体的环境也不是很好 那市长他愿意带领的团队把这些行政效率提高 那我也代表公会 向市长跟各位长官来说声谢谢 那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台北市地震局 长期以来在所谓的规则化上面 他们都针对我们业者的痛点 那我们也必须要说 不动产业它本身有一定程度的困难 所以确实不论是在法规 或者是实际的执行面上面来说 它都会跟很多在所谓的针对职 针对法令去做想象的这种规划 会有很大的漏差 那我们很感谢就是北市地震局 确实在所谓的业界跟所谓理论上面 有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接轨 那我们从这一次的预收建案的 这个规划上面来说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来说的话 我们其实是非常感谢 可以用一个相对比较流畅的平台 然后再加上民众在查询上面 无论是价格或者是说是建案的资讯 透过这样子的比对 可以让民众先解决这个所谓 购物的这个过程里面 前面资讯不够透明 也不了解的一个痛点 经过地震局备查完成的 预售建案资讯 宏丹内容契约全文都会公开在 台北地震找房家的网站上 提供消费者完整且正确的即时资料 记者问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资讯